早安,感谢主给我们机会 一同来敬拜神 也思想神的话语 今天的信息题目是 若是要凡事兴盛 就应该对主敬前 今天的信息可以说是 以往一系列信息的 结合和延伸 结合就是 等下我们会提到 以往一系列信息当中的 某些重点 就是把它结合起来 而且今天是 从那些信息当中延伸下去 同时借助这篇信息 也让弟兄姊妹能够了解 很多时候牧师所传的道 就是他们是彼此有关系的 好,我们开始 那么以下这一套风景 以下是一套风景化的拼图 现在很多人 小孩子也玩 大人成人也玩 那么这个风景化 那么当你做拼图的时候呢 你是从当下你拿到那块 或者你看到那个角落的情况 你就根据所得到的启示 比方说一些的颜色啊 形状啊 你就慢慢的把适合的片 把它配合起来 拼起来 不断的继续的拼下去 直到这个范围越来越大 直到完整的图画 就能够显现出来 那么拼图的煤块 片块 看起来都是一样的 是不是 有凹有凸 凸出来凹进去 差不多嘛 其实你仔细去看的话 每一块 不是完全一样的 很类似 很接近 但是总有一个地方不一样的 不然的话 你随便拿一块碰碰下去就可以了 不可以的 一定要刚好那一块 接到那地方去 是相似 但是每一块都有它的路特点 而且是乘上起下 就是说它的某个地方 就接到上另外一个地方去 而它本身的某一个地方 又能够接到下面的另外一个地方去 就好像我们说的 接下就乘上起下 以前的可以接下 那么而且开启了下面的一段 这就是片图给我们看到的 一个特点 那么牧师所讲的每篇信息呢 有时候听起来也似乎差不多一样 听过了 但是其实每一次我的重点都有所不同 一定有一个特点 是引进接下去要传的信息的 那上次我们信息提到什么呢 是提到 愿你凡事兴盛 那么凡事兴盛里面的凡事是指什么呢 在那个经文里面 特别是指 不但你的身体健壮强壮 你的灵 你的魂 你的体 都是兴盛的 那么今天你听的话 和以前听的可能会有一点点更多的资料 那么 在神学里面呢 如果你去读神学的话 或者研究神学的话 那么就会常常看见一些人 为人到底是二元呢 或者三元呢 争论不休 其实我们不需要太多去争论 那么今天我要提到为什么要去争论呢 就是在基督教界里面 有人把灵魂体特意的把它分得非常详细 就走到偏激的极端了 意思是他们认为说身体是不好的 魂也是不是好的 只有灵才好的 所以就把灵魂体分等级 最好我们常有时候不是讲到有意思说 我们人有一个不同的层次 但是呢不表示说 那哪一个是低级的 哪一个是好的哪一个是不好的 没有的 为什么呢 因为神造万物都是好的 那在约翰一书里面 使徒约翰提到说 在末世你们会听到有假先知要来 我告诉你们现在就来了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的时代背景 就在使徒约翰那个背景 写约翰一书的时候 就是那时候有一派的知识 叫做知识派 诺斯底派 诺斯底 诺斯就是从希腊文的 诺格斯底来的 就是知识 他们在派的人呢就认为 物质是邪恶的 只有智慧是好的 所以这种思想呢 就会走到偏紧了 就走到两个极端 一个极端呢就认为说 物质是不好的邪的 所以我们要严严的控制它 就变成一个苦修派 就克制身体 这样身体不要活动 就好像苦修派 要制死身体 那另外一派呢就说 既然身体是无用的 我们就不批注重它了 你要享受就享受吧 就放重情义 他们意思说 这个没关系的 物质都是暂时的 灵才是永远的 他们没有想到神造的 万物都是好的 都有它的作用 重要的是它的关系怎么样 所以我们说的 最好的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要知道说 人是主要是有两部分分成的 一部分呢就是物质部分 另外一部分呢 是非物质的部分 而在非这部分里面呢 有魂有灵 而这灵和魂呢 是不能够你勉强去分开的 因为它们是交叉在一起的 互相影响的 理想的情况呢 就是你的灵 会管理你的魂 把你的魂带到更高的 和神交通的层次 所以上次我们提到 灵魂体在敬拜神的设计上 都很重要的 比方说我们建在这里 我们用心灵诚实敬拜神 我们的心灵和神心灵交通 但是我们也用思想啊 我比方说我们看一个荧幕啊 什么字 中文是什么 英文是什么 我们图画是什么 我们还是有思想啊 我们看到我们唱诗赞养的时候 我们的魂也是有作用啊 我们充满了喜乐啊 还有感情啊 这就是魂啊 那有时候我们的手有手势啊 我们可以伸手赞美主啊 对不对 我们也可以伸手魂 然后握手啊 我们也可以伸手安慰人啊 所以种种的我们身体灵魂都是有用的 都是在一起来侍奉神的 所以以后你要记得 我们不要勉强把魂和灵分开 认为灵就要对付就要破碎 就要把祂制死他 不 你要把祂引导 把祂配合 让你的魂受灵的引导 倾向神 和神有好的关系 那这样子的美好的结合 OK 神所创造的都是美好的 那么人的灵主导和神的接触 和神的关系 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 灵魂体都是参与的 那我们上以前进行的结论是什么呢 我们说人的灵如果很正确的和神连接起来 按照神所指导的方法 来敬拜神 亲近神的话 受神的管理 那么我们这个魂 灵魂又在管理我们的身体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能够回复到堕落以前的美境 现在我们基督徒成圣 就是渐渐的 虽然我们还没有一百分之一百成圣 但是我们就朝这个目标 要学像耶稣一样的 就是我们能够朝向那个目标 让我们的生活行为思想 能够荣耀神 和神连接 那这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一个美境 传道书三章四一节 神造万物 各按其时成为美好 各按其时 in its time 相反的 如果不按其时 就不会美好了 这就是推理 推理联想 各按其时就美好 不按其时就不好 我和我的小孙子出去走路的时候 他都懂得这个 这个不是他season 就是他水果 水果还没有树的时候 他就说 It's not the season 就不是那个季节 有了 有结果了 但是还不是那个季节 还不是成树的时候 就好像我们说这个爱情一样 强扭的锅不甜 就是说他瓜 有了 长了 在过时当中了 还没有成熟 就不美 所以我们常常看这个属灵书刊也是有 就是说我们不要常常用我们的时间表来限制神 我们有我们的时间 其实呢更好的是神的时间 神的我们常说是timing 就是说神所安排的那个时刻是timing 所以神所造的个案其实成为完美 所以这个时呢不是单单指时间 不是单单指这个time 其实这个time包含的意识也是很广的 可以指一分一秒设一点 设一点半 可以指这个时间 也可以指季节 春夏秋冬 中国人很注重这个什么季节 测什么对身体会好 什么季节要进步 什么季节要什么 就是每个时季 每个季节都有它的特点 身体健康要配合节期 还有场合也是很要紧啊 你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 你在场合穿什么衣服 你在什么场合做什么行动 都很要紧的 顺序 哪个先哪个后 还有呢 它的组成什么和什么配合 所以这个时呢 就包括时刻 季节 场合 顺序 还有它的组合构成 所以神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 只要在神所安排的时间里面 就very very 就很好 如果不奥祢造神的时刻 就不好 那么哥林多前书14章33节说什么呢 他说神不是没有秩序的神 而是和谐的神 这个中文的和谐翻译得很好 对不起 我没有告诉你 这个和谐其实是我翻的 我是从英文的NIP翻的 是英文的翻译本翻译成PEACE 当然我就用和谐 你知道吗 中国人翻译成PEACE 很多时候就是翻译成什么 和平嘛 和平 PEACE 再深一点呢 再深一点呢 和好啦 我和你没有争斗啦 但是圣经里面的PEACE 在希伯来人的观念当中 平安呢 那上次我提到了嘛 耶稣复活以后和门徒见面 几乎每一次就说 愿你们平安 现在这个犹太人 西班牙人 犹太人 以色列人 他们见面的时候都称SALOM 所以我们去圣地旅游的时候 那个导游告诉我们 你们要注意哈 你在什么地区 因为现在圣地呢 有一地区是回教徒管的 有一地区是以色列人管的 到不同地区 你就不要乱SALOM 到回教徒你就不要说SALOM 不过其实呢 回教徒说的问安话呢 我不知道这个圣地的犹太人 这个巴里斯坦人的话 但是印尼是回教徒嘛 他们不是用SALOM 他们的平安是什么 SALOM 差不多是SALOM 就差不多就SALOM那边变来的 SALOM就是好 就是SALOM 所以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平安呢 其实不是单单指我和你不打架 我和你不吵架 不是 当然平安 他的peace就不打架 但是超过那个 但是超过那个 远远超过那个 不是不打架罢了 而是说很和谐 和谐配合得非常美 非常好 所以peace可以翻译成和谐 所以这个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 因为哥林多教会里面的有 有教会很乱 有的人说 讲方言啊 这个讲方言那个讲费 乱七八糟乱的很 所以保罗说不行 你们这样不行 如果你这样讲外面如果有人来到礼拜堂 他们就吓坏了 他们以为大家都神经病还是怎样 他没有说神经病这个话 他只是说外面来的人就觉得很奇怪 他说神不是没有秩序的 神有秩序的 而且神是不乱来的 神是很安静的很和谐的 连耶稣行神迹 他叫人什么 叫门徒叫他们人 一排一排排哈 就是有秩序嘛 不然的话分柄大家来抢乱 叫他们一排排排好 所以秩序是在神安排当中是很重要的 所以要知道神既然要我们人有秩序 祂本身就是有秩序的 有条不纹的 非常有秩序的 好 以下我给你们看几幅图画 看看你们的 知道这些图画给你们得到什么Message 什么意念 什么意思 或者说你有什么反应 OK 以下几幅图画带给我们什么信息 好 你的反应是什么 一团招 是不是 那么这个反应呢 上面的和底下的明显不同 对不对 很明显对比嘛 上面的非常整齐啊 下面的还是团招嘛 很明显的有不同 好 领袖 我记得我还在初中的时候 我们的老师告诉我们 他说你知道什么是领袖吗 他就告诉我们 烫衣服也好 晾衣服也好 晾衣服也好 你要把领 一件衣服的领和绣 把它提起来 当领和绣 正的是提振的时候 整条山就成正形了 就整齐了 一个国家如果领导人 叫领袖嘛 如果是友好榜样 走正道 这个国家就能够和好 如果上梁不正下梁就歪嘛 所以乱七八糟 就是上面的领和绣 乱来 所以整个国家就乱来 所以领和绣 提起来 在正确的位置 整条山就成形了 正形了 这个正就是说 很端正的 很正确的 很好的情况 所以 我这三幅图画的信息就告诉我们 有序很重要 要有秩序 要有先后的顺序 在美国 我们特别能够明白这一句话 射序呢 就是不能够产生 异齐的功用 我们才能看到这个 排嘛 对不起啊 注意啊 这个电梯坏了 他的坏了 就是说不能够产生 异齐的寡效 电梯本来是要把你带到上去 带下来的嘛 这个是他异齐的电梯的作用 那现在坏了 就是说某方面产生问题了 所以他不能够操作了 他不能够产生 异齐的作用 就是失效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 如果失序 所以就不能够产生 异齐的作用 还有呢 在应有的位置也很重要的 你应该在什么地方 你就在什么地方 这个眼睛好漂亮哦 有眼珠眼球 还有睫毛 睫毛就是眼 在眼球外面那个 靠近眼睛的睫毛 睫毛的作用是什么 睫毛的作用呢 就是防止外面来的异物 进入眼睛 但是很讽刺的是什么呢 很多时候 好像眼睛里面很痛耶 原来呢 当然有时候是有沙 有其他东西 但是很多时候呢 就是一条睫毛 睫毛本来是防止异物 进入眼睛 但是很讽刺的就是说 有时候的睫毛 离开这个位置了 就放进到眼睛里面了 所以变成什么 产生痛苦 所以呢 离开他应该有的位置的话呢 就会带来伤害 带来痛苦 带来害处 所以 人的灵如果没有正确的和神连接 受神管理 而是被肉体的本能受性 去管理 或者那个 堕落的人性 堕落的麻木的良心的管理 那么这个人生就非常非常 好 我们又回到 以前我们传信息有提到的 第一个圣诞节 圣诞夜发生的神迹 就是当天使报家音 告诉你们说 告诉牧羊人说 不要怕 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 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 为你们生的一位救主 就是主基督 讲完天使报告完了以后呢 路加福音二章十三节说 忽然有一大队天兵 从那个天使赞美神说 注意天兵是一大队的 还有那个天使 圣经里是用单数的 很可能就是加百列 我说过了 圣经里面很多时候 奉差遣去传信息的 就是加百列 他是文官的 那么这个天兵 天兵是天上的军队打仗的 和魔鬼征战等等 这里没有提他名字 但是圣经里面凡是 和魔鬼征战那个代表的 如果是用单数的话 就指什么 Michael 现在很多人喜欢请Michael 米加勒就是 就是兵将军 这个加百列 就是文官 这是专门报告消息的 他说什么呢 他们唱 很可能是唱军业 不知道有没有鼓 我不知道 圣经没有说 他们唱师赞美神 说什么呢 在至高之处 荣耀 归于神 在地上 天上荣耀的神 猜浅 他都生子 来到世界拯救人 而在地上呢 平安 归于神所喜悦的人 那这是字面上 最简单 最直接的了解 就是说 在天上有荣耀 在地上有平安 是叙述描写 当时的情景 但是如果我们去默想 去思想 我说的默想呢 不是乱来 天马行空乱想 而是说 你要根据圣经 给我们的圣经的启示 合理的推敲 合理的联想 又可以这样子讲 我再说 联想 在地上的人 如果能够将荣耀 归给天上的神的话 他就会得到神的许愿 这个是推敲的 是从天使的信息里面来讲的 因为神 要将他的平安 归给他所喜悦的人 那他所喜悦的人 是怎么样的人呢 那么我们 上次我们也提到了 我这边接下去就告诉你 为什么我会刚才用那个 联想法 推敲的默想方法 因为罗马书提到 神的愤怒 会显明在 不谦不谦不义的人身上 有的人以为神不会发怒的 当然我不是为传道人 找理由发怒 但是有时候呢 偶尔有时候传道牧师 有时候看到一些不合理的事情 太过离谱了 他也会发怒的啊 所以以后你们如果看到我发怒 看到造成他发怒 不要很奇怪啊 当然如果我们乱发怒就不对 但是有时候我们有性情 我们也会发怒的 耶稣都会发怒 神都会发怒 神都会发怒 会 圣经说了 神的震怒啊 不是发怒罢了 而且是很大的怒 要临到那些不谦不敬的人 就对神不恭敬 没有虔诚不恭敬的人 神发怒的 神的怒气向他们发作 所以不要以为神是 好像是圣诞老人 好好先生什么都不 很多人对神不恭敬 不恭敬 神会发怒的 原来神的愤怒什么 从天上显明在一切 不谦不义的人身上 那么什么人是不谦不义呢 就是那些行不义 压制真理的人 好 那从这些圣经 我们又用合法的 很理性的 去做个对比和联想 那么对神 虔诚的人 对神 有正确的态度的人 就是神所喜业的人 是吧 因为神说 祂的愤怒 震怒 要临到不前不义的人 那这些人呢 是神所震怒的 那么我们推想 哦 那么神所喜业的人 就是对神前进的人 那么他们就会蒙受 神的不恩不愤 因为天君说 地上平安 归以祂所喜业的人 对不对 那保罗又说 神的震怒 要临到一切 对神不前进的人 那么我们就根据 这些圣经的 结合联想 我们就会 再下去我们提到 圣经提到 什么是不前不义的人呢 罗马书1章21节说什么 他说 这些人什么呢 他们知道有神 但是不当神做神来拥有他 也不感谢他 注意啊 他们不是说没有神 他们知道有神啊 但是却不把神当神 有几种程度啊 有的时候就说 当他不存在 神是主宰 我当他没有存在 但是他们心里是有 知道有神 但他们就不管他 所以香港很流行的 香港人常常流行的时候 透明人 就是比如说 嘿 你把我看成透明人啊 就是看不见的 看了好像我不存在一样 透明人 不 神有 而且他就在我们当中 不把神当神 还有不将感谢荣耀归给神的 就是不前不进的人 这种人就得不到神给他平安 而且神的震怒要临到他身上 所以这是以前上次我们信息的总见 换言之 我们做把神应得的荣耀归给神 对他存感恩的态度 就是敬畏神 敬全的神 是对神敬全 是神所喜业的 就会得到神赐的恩福 好啊 我们提到感谢神 将神的荣耀归给神 那么我们在以往的信息 我们也提到一些 关于敬全的教导 我们就提到用耶稣做例子 圣经说 基督在他众生的时候 大声哀哭 流泪祷告 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 圣经说 就是因为他的虔诚 蒙了应允 今天我们不要重复这篇信息 因为太长 那篇信息的重点 不是今天要讲的重点 那么总之 希伯兰书五章七节就说 因为耶稣虔诚 他很虔诚 所以神听了他的祷告 神帮助他 但是呢 从文脉当中 就是从上下文当中 那么什么是敬全呢 耶稣的敬全选在哪里呢 耶稣的敬全 就是说 耶稣说 父啊 若是可行 请你把这个杯挪开 就说他不必丧死的架 但是他后来说什么了 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 要照你的意思 这就是耶稣的虔诚 所以虔诚是什么 除了把神当神 除了把荣耀归于神 除了感谢神之外 就是不要坚持自己的意思 而是要照天父的意思 好了 那么今天呢 我要加入以前我没有讲过的 什么是虔诚 虔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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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虔诚 这个特别的诚 在英文的字面上呢 本来有两个字 一个是Piety 一个是Godliness 在此 孩子对长辈的 或者一个人民对领袖的 很多时候他们会说 用Piety 就是很尊敬他们 对他们很忠心 但是在圣经里面 论道和神的 几乎啊 我说几乎不是说全部 就大部分 他们不用Piety 他们也不用Pious 他们是用什么 Godliness Godliness呢 字面上呢 帮助我们明白 就是 像神一样的 不是说和神争权 不是 就是有神 心中有神的 像神一样的 顺负神的指导的 从神那边来的 凡是和神有关系的 很多时候就是 敬虔这个字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呢 当然是正面的 积极的 凡是正面的态度 对神的 凡是以积极的态度 对神的 这些事情 就是 敬虔 有些牧师 马鞍山教会的 Rick Warren 他 你去看他的文章 后 你会发现 他把这个字的 引申或者用得很激烈 我不是说他是画 是全是美的 可能会引起一些的误解 但是他里面讲的是什么呢 他说 你帮助人 就是敬拜神 他说 你为教会做事 就是worship 当然这句话 我暂时还是比较保留 我不敢这样讲 不过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 只要你心中有神 你照神的意思去做 你对神是一种敬虔的态度 你所做的一切 就是似乎神 就好像说 耶稣说了 你们无论做什么 就像是为我做的 一样 我不能够说他这句话错 但是这句话 讲的不够小心的话 可能会引起太松了一点 不过我再回来把它总结一下 我说的是 凡是正面的词句 用积极态度的对神的 就是敬虔 比方说顺服神 我会讲的 那么在我讲这些事情的时候 敬虔这个俗语呢 我就想 我就特别想到一个东西 一件事物 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的 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的 血和生命的关系 可以用来比喻 我既然说比喻 不过大体上 可以帮助我们了解 金钱和人生的关系 血和人生命 可以比喻成是 金钱和我们人生的关系 那么 利未记 十七章 十一节说 动物的生命 是在血中 其实这个动物 到底人是不是动物啊 有人说人会动物嘛 当然是动物啊 但是如果有人说 李牧师是动物 我不喜欢 我真的不喜欢 如果你说 李牧师是生物之一 那我还好一点 都不是很好了 因为我不是单单的肉体 我有灵 那么无神论者 人是高等动物 但是无论如何 其实就是指这个肉体的生命 所以圣经说 动物的血 动物的生命是在血中 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血液里面含有什么呢 含有维持生命的重要东西 让你生命健壮 让你生命能够维持下去的 是你的血 所以当你的血流完了 你就死了 不必到完 到一个程度的女就失去作用了 所以很多人说 吃血过度就会死了 所以圣经说 动物的血 就是有生命啊 它生命在血中啊 意思是说 维持生命的东西在血里面 血液对身体有什么功用呢 我心间不是来 来教生物学啊 不过 提提也好 大家认识一下 运送物质 我们血液运送什么 运送氧气啊 运送氧分啊 英雄荷尔蒙啊 还有呢 把身体里面二氧化碳 和一些废物排出去啊 所以血液呢 血液呢 就是循环 让我们好的东西到各个器官 不好的东西要排泄出去 所以血液就是帮助我们维持生命 使到我们的人健康 还有呢 保护工作哦 血液中还有什么 还有许多抗体啊 我们打针啊 我们的抗体就跟各个血液跑的啊 还有白血球 还有些小板 都是在那边 打细菌的 打病毒的 在有外伤的时候呢 血小板呢 帮助你的血液什么 凝固起来 不会一个洞 一个血液就溜溜溜溜 不溜完了吧 所以血小板的功用之一就是 宁吸帮你凝血 免得你实习过多死亡了 还有呢 有调节的作用 那血浆中呢 还有许多的矿物质啊 水分啊 蛋白质啊 还调节你身体的酸啊 碱度啊 哎呀 再想下去我就不会了 哈哈哈哈 这些是基本的 我们读深入学的时候 学到了 所以血液里面呢 有很多东西 总称就是血 就是你的血液 维持你的生命 那么我 这些东西呢 是混在一起的 你很难在一起 很难分 不是不能够分 科学家 那些那么厌线的人啊 什么的 他们会分 但是平常的话 你怎么去分 一定写出来 你怎么去分 就血液嘛 就是血液嘛 我们很难去分嘛 而且里面的白雪球 写小板 他们在作用的时候 虽然我们从医生 从教科书 从一些有学问的人 知道这些常识 但是他们在作用的时候 你知道吗 不知道耶 你的白雪球 打细菌的时候 打病菌的时候 打病毒的时候 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 你没有意识到 你不知道它的作用 它的效果 有时候你能够感受到 你能够感受到 它的作用的果效 但是它在作用的时候 你意识不到 就是说你不知道 但是它仍然在作用 那么我就引用这个例子呢 来形容这个敬钱 那么上面我们说的敬钱 有许多事情嘛 比方说 等一下我会提啦 就是说我们说说正面的 就是好的 和神心意的 和圣经交易的 教导的那种态度 或者那种行为 我们总称就是敬钱 这个人很敬钱啊 这个人很godly啊 就很属于神啊 不是变成神啊 这个人很听从神啊 很爱神啊 很什么等等等等 那么我们说这个人很敬钱 所以我今天呢 所以我今天呢 试试的列起来 列出一些事情 就是指正面对神的态度和行为 那这些就是敬钱 那么你要怎么样操练敬钱呢 就要操练这些东西 我就把它列起来 敬钱包括什么 包括崇拜神 敬拜神啊 感谢神 信靠神 祝奉神 顺服神 顺服神 等候神的时间 荣耀神 祈求神 奉献给神 爱神 让神居所谓 认真学习圣经 领听神的话语 亲近神 努力追求努力更认识神 以神的视为念 努力传福音 哇还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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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以上的每一个态度和行为呢 都是在维持 在促进我们身心灵的健康 我们的茁壮 耶稣说我来了是要给你们有生命 而且什么 那个更丰盛 所以耶稣要我们不是单单有生命 要强壮 要丰盛 意思是说要健康 要有力 要茁壮 达到神要你达到那个境界 就是健康嘛 我以前提过了 比方说我现在病了 我在医院的病床 在躺坐 医院有个门 我望出去外面 体育场有一群人踢出球 他们是祸了 我呢是死的 不我还活着我还有命耶 我还在床上 他们没有把我送到别的地方去 我有生命我是活的 球场上打球的人也是有生命 但是我的生命是软弱的生命 是有病的生命 他们的生命是强壮的 是有力的健康的生命 好了 建议 写中的柱子 发挥其各自作用的经过 它的经过超过人的意识 注意啊 意识是我们的感觉 我们能够明白 我们读教科书 我们科学家也能够明白 但是他们感觉不到 他在进行 打打打打打不着 我现在想到一件事情 我在印尼的时候 在一个地方市区 那边有一个女士 她生病了 她进医院了 她病好了以后呢 她怎么讲呢 她说现在我不相信神 我不相信神了 她哪里有灵魂 她的理论是什么 你知道吗 她说她到医院里面 一打麻醉针 什么都不知道 她的意思说 我灵魂在哪里呢 她的意思说她不知道 所以她说没有灵魂 听起来好像有理由 但是你深一层去思想的话 可是她讲的时候 我当时不在场 当时我也不知道 会不会这样讲 我现在事后想起来的话 可以帮助她的是什么呢 也许可以试试问她说 喂 你有没有白雪球啊 当然有啊 那白雪球就是什么 白雪球就是攻打外面来的虚菌 你感觉得到吗 感觉不到啊 她还是在那边作用啊 只是你感觉不到 不表示她没有啊 你感觉不到 不表示她没有在作用啊 她是在一个情景里面作用啊 她有 只是和你脑子感觉不到罢了 那人被麻醉的时候 你的灵有吗 有 她在因为我们灵和魂现在混在一起 所以在那种特别的情向 你感觉不到她的存在 她就不表示她没有 就好像你感觉不到 你打麻痹症的时候 你的血都没有吗 有啊 你的血还在身体里面流啊 你的血还在维持你生命啊 你哪里感觉到 没有血 有啊 你的血还在流啊 所以 人就是用自己的智慧 有限的智慧 常常会想出错的东西来的 所以圣经说 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 要根据圣经的启示才对 你根据这些感觉 常会走差的 学中的住者 发挥起各自作用的经过 是超越人意识的 你感觉不到 是专家们 在特别的知识和器械 帮助之下 才得到的 显微镜啊 高度的显微镜啊 或者其他东西啊 他们有很多的器械 能够看到 平常人看见的东西 那我们平常人没有这个常识 我们没有这个器械 我们不知道 但是呢 他们告诉我们嘛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善用专家们的知识 即使补助 专家告诉我们学很要紧嘛 实学过多就不行 要补学 是吧 或者说要怎么样止学 我们这些常识 我们知道我们就要去做 我们身体才会健康 是吧 贫学呢 要吃补学的东西 补学的药 出学呢 要止学 就是这样嘛 缺少盖制呢 多吃盖 你身体不舒服呢 要吃什么 这些东西 我们根据有经验 有知识的人 我们就根据他们的话去做嘛 好吧 那么金钱包裹的态度 和他发挥作用的经过 也是超越我们的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要这样做 我们就做 圣经说这样做有用 我们就做 就有用 是历代的神徒们 神的仆人们 他们经过了 无论是先知使徒 传道牧师 还有一些主内的长子 他们的灵性的 可以得到神的启示以后 或者他们的经历里面 告诉你的 你就可以知道 你要得知 如果我们能够接受 神徒们的教导 总是追求过讨神喜业的生活 不要使圣灵担忧 你就会兴盛 不要常常存在一个反抗的 牧师传道心不会坏的 我们都是要帮助弟兄姊妹长进 即使有时候我们说的话 我们建议的事情 你们可能不能够完全赞同 或者去顺服 但是你要知道 都有原因 都有道理的 你试着去行吧 一定不会吃亏的 讲完了 我前几天 我告诉谁我不知道 我在 我可以这样讲 年轻时候 因为我现在不年轻了 我年轻的时候 有个时期 我好像头疼了 你知道吗 我有个经验 很奇妙的 很灵光的 很灵验的 灵光的 我唱诗 唱上诗以后 我头都不痛了 绝对不是迷信 我不敢说 他的这些因素原因是什么 我不知道 有几个可能 归荣耀给神 我赞美神 神喜欢 神就因我 我就没有头痛了 但是还是也是包含着什么呢 当我唱诗的时候 我就不会忧虑有多事情 我就全部注重在诗歌里面的歌词 讲到神的爱 神的安慰 神的保护 我的心是意念 就朝到神那边去 所以我的心也会宽的 我们说中华人说 心旷神瑜 你的精神就好了 或者还有其他作用我不知道 也许这个血液循环啊 或者里面有什么作用啊 我唱歌的时候啊 发音啊 声音出来啊 有作用 我不知道 无论如何 我的经验 可能我是告诉我的女儿的 因为她也是有时候有偏头痛 头痛 我说我是这样 我奇怪 我以前我头痛 我就唱诗 唱一两首就好了 这个顺便提一提了 我的主意是什么呢 我的主意是说 很多时候 神把一些的很妙的地方 安排在我们的身体的结构里面 除了神直接依你之外 神有祂的方法 神已经把医治你的一个formula 编在你的生活当中了 只要你造神的旨意 爱神帮助人对人好施死等等 至至然然 你的灵性就会健壮 所以记得啊 对主敬钱 就是用正面的态度 正确的态度 积极态度 对神的就是敬钱 那么你凡是属于这一类东西 你就去做 它会产生很大的功效 对你的人生 对你的灵性很有帮助 好 今天信息传到这里 以后有机会我们再一起 谢谢